黑暗好坏啊 全台首度最大规模原住民当代艺术展 我们与未来的距离 10月6号在屏东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盛大举行 展览集结了30位不同风格 不同世代的创作者 其中近半数是基督徒艺术家 展览日期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月27号 九大展览场域 分别位于台二四县与屏东一八五县道上 这一些有别于我们很不一样的艺术家 因为他们身上比我们一般人 承载着更多文化的能量在他们的体内 30位艺术家其实有一部分 是在原住民文化园区的展场之外 也就是结合了一八五县道 也就是南北向的延山公路 那从一百多年前这个南北向的 其实也就是这个土牛宫 也是一个界线 就是山上的原住民跟在平地的汉人的一个交界线 开幕由纳禄湾乐舞团揭开序幕 参展原住民艺术家齐聚舞台 与策展人贵宾进行编织共创艺术 象征同心连结 开启原民当代艺术重要的里程碑 而基督徒艺术家更是致力透过创作 结合文化信仰的传承 我个人认为台湾原住民是一个彩虹的民族 每一个族群有不同的色彩 它是只要我们大家联合就像这一支一样 各个展现自己的特殊的文化特质 那冰起来就会像彩虹一样的美丽 可以向世界来传达这个上帝的恩典 台湾原住民当代艺术展 除了在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主展外 还有其他八大展览区域 为期四个月的展期 直到明年2月27号 更多主题讲座预约导览 详细内容可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 展览粉丝团 获得更多最新的消息 以上是顾TV新闻中心 在屏东的采访报道